崔永熙完全比不上增翻博 或者在几联赛打过正赛 小崔打几联赛也只能坐板凳 这位网友可能说的有些道理 因为即便是参选NBA的第一步 小崔也走得无比艰难 为了获得NBA联合视讯机会 小崔首先得在几联赛训练营上 在44位球员中打到前6 可这样渺茫的机会 在夜间前辈们看来无比荒唐 都没在CBA打出统治机表现 这样的努力又有什么意义 不过从小在热爱篮球的父亲 熏陶下成长的崔永熙 或许更明白什么是适合自己的成长之路 经历了国际大赛的洗礼 他也深感CBA与外界的差距 我们CBA的球员不会在场上变通 而国际球员们 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 滑摔梦想的崔永熙 第一站来到奥兰多 他开始了和美国球员的实战对抗 在对抗中有这样一个细节 即便崔永熙被跳跳南封盖 他的脸上也满是笑容 因为他知道从这一刻起 真正的练及之旅开始了 除了正式对抗外 崔永熙也开始不断磨练NBA标准距离的三分 他上这一数据练习到364头288种 期间还有一段连进83个三分 达到79%的运动率 12号开始的继练赛训练营 小崔全场也没有多少球权 但他依旧竭力防守 拿下五分两抢段一盖帽 帮助球队赢得胜利 崔永熙深知 自己能够进入NBA唯一的机会 不是超高的得分 而是做好一切脏货累货 这四年以来 我一直在看伦纳德的比赛 我最擅长的就是防守 在后采访上 他也一直不遗余力地向美国记者 推销着自己的优势 在CBA我可以防每个人 我防守外援 防守最好的球员 我不能让其他球员打败我 或者在我头上得分 和老一辈中国球员最大的不同 得益于NBA澳洲学院 学习了两年时间 最后系和国外队员交流起来 毫无问题 这也让他能够更快适应美国生活 在后在球探看来 小崔也是表现较好 有机会进入NBA联合视讯的 前六位球员之一 或许没有注意 赛后崔永熙面对国外记者的宣言 则更能体现他魔力自我的决心 当没问及未来留在这里 还是打CBA时 崔永熙兼并表示 如果有一次机会 我就会留在这里 因为在这儿我更能提升自己 这些年从澳洲到CBA 我一直努力训练 因为我知道 自己的目标就是未来某一天 能够站在这里打球 这个看上去呆呆萌萌的少年 已经用了不输前辈的企图心 如果在未来 你发现广州队的八号少年 在CBA消失无踪 那么请看看大洋彼岸的另一个赛场 有个大男孩必定为了梦想 挥洒汗水 有些事只有做了 才知道有没有意义 不是吗